主料,雪花梨1000克,辅量,红枣20克,冰糖25克,薑片15克,蜂蜜150克,冲的10克,甘草2克,准备时间,10分钟内,制作时间,10到20分钟,将梨依次洗净后去皮,用磨绒器将梨绕活成细腻的梨肉绒,去一只丸,在上面放一块龙布或细纱布,将梨肉绒放在龙布上, 将四角齐齐,使劲挤出全部的梨汁,将冰糖敲成碎块,将切片备用,红枣质和厚鞋片,倒入锅中,加入切片的枣臭,将冰糖,船备分和干草,中火煮开后,转小火慢慢熬煮至,变得十分粘稠,即可关火,大其自然料制和手部一致时,用滤网过滤出烤一煮后的梨汁,加入蜂蜜调云,装入了用热水消过毒的梨汁, 瓶中,放入冷藏式储存,也用时,要闻开水条和即可,烹溅技巧,在梨子旋溶上,雪花梨和厚梨汁可使用,小火煮煮至后期,要时可看着,地防谷底,切记找好的梨汁,要放置温凉后,才可加入蜂蜜搅拌,如果喜欢本视频,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